一 二 三 我要走 欸 畫得很好欸 你看 原神起步 哇 開始了 全面的隊伍已經開始走了 大家都拿著一個燈籠走在路上很酷欸 真的很有一種日式祭典的氛圍 據說每到晚上的時候 原本躲藏在這裡的神靈妖怪 通通都會跑出來 嗨 我是Imon 今天我來到台南 又來參加 花子嶺 溫泉美食街 在活動第一天就來 因為我想要參加晚上的業績巡行 感覺超酷的 會有很多人一起穿浴衣遊行喔 在這裡其實白天就有很多的周邊活動 走吧 我們趕快去玩 我現在來到這裡是林頂公園 這裡好熱鬧喔 中間有很多的市集 然後我現在右手邊看過去 還有浴衣體驗DIY 感覺很好玩 我等一下每一個都想要去玩看看 但是呢 我想要體驗一下 穿浴衣逛市集的感覺 所以我們先去換浴衣 只要來參加活動就可以免費一個小時 如果你有住在館子嶺 在附近的會館的話 就可以體驗到五點 我換好了 這次我是穿短板的 因為我想說比較不一樣 但是我朋友呢 他一樣是穿長板的 等一下就會有一短一長給大家看 走吧 我們現在來去逛市集 感覺他們這一次有很多都是日系相關的 怎樣 你要說什麼 你說這看起來很好吃喔 這看起來很好吃 這看起來很好吃就買啊 欸 它的口味很多欸 那你要哪個口味 芋泥香芋 要買一個芋泥香芋 跟一個雙色起司好了 在等的空檔 我們再逛一下右邊這裡 熊吐司 拿鐵 還有藕粉欸 那我們先去買那個愛玉冰 我想要喝愛玉冰 我剛剛本來想說 我要買一買之後再去野餐 結果東西太多 我也沒有那麼多手 所以我們先去領野餐的道具之後 先去吃吧 這邊的野餐店也是免費租借的 很讚欸 都是免費的 超大 超大 欸 喔咧 在這裡吃東西旁邊還有街頭藝人的表演 超舊的 在這裡吃東西旁邊還有街頭藝人的表演 我現在要來買第二回合 我看到那裡有剉冰欸 我看到那裡有剉冰欸 然後還有烤麻吉日式炒麵 然後還有烤麻吉日式炒麵 給大家看一下我剛剛已經被蚊子叮了 給大家看一下我剛剛已經被蚊子叮了 看到嗎 看到嗎 這裡總一泡 這裡好像也有 我就是人體博文燈 我可以追蹤你一下 好啊 當然好 我叫Haven H-A-V-E-N 這個嗎 對對對 謝謝 超好想的好可愛喔 但我想要這個 才好明白喔 對 因為它最多顏色 你的手卻放不開 你願沒出席就別離開 哇 鼓勵有沒有在演唱啊 好 這個Fu整個不對耶 那等一下我們去點歌三天三夜 三天三夜 三個半夜 謝謝 謝謝 現在我要來做DIY體驗 有兩種 一個是拼豆 另外一個是彩繪熊 都是只收 材料費100塊而已 是現場報名的 我要來做彩繪熊 然後朋友要做拼豆 拼豆 你決定要做什麼 小熊維尼 還要拼一個小熊維尼喔 我拭目以待喔 1 2 3 我要走 欸 畫得很好耶 你看 V哥畫得很好耶 我以後也這樣滑我自己好了 1 2 3 他這邊還有一個白日夢遊樂場 就是有很多大地遊戲 一樣都是免費參加 然後現場報名就好了 10 10 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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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0 11 我现在移动到宝泉桥附近 因为要来参加晚上的夜镜 现在就是会有很多队伍 都在这附近做准备 后面这里应该是一些coser门 今年是以祈福游趣为主题 打造日系妖怪奇幻志风格祭典 还会二次元的可爱妖怪来跟大家互动 我朋友跑去偷拍照 因为桶子真的太可爱了 我们现在就在这附近晃一晃 看会遇到什么样的队伍 嗨 嘿嘿 你的手好好摸 云神起怒 现在就是天色慢慢变黑 然后各个队伍跟民众 也都渐渐的集结在这边了 后面这里就是不动冥王的灯车 民众也都在趁现在来跟他拍照 变晚上了 所以这边的人潮也越来越多 你看这边有拿着灯笼的队伍 就是现在各个队伍会开始集结 我们正前方有一个主舞台 等一下还会有开幕表演 耶 这边越来越热闹了 而且他们都把道具摆出来了 这个是浮空光益的 应该是波波球 和风光帆 这边是寓衣有型的 就是会有这个发光的面具 后面这一群是儿童举灯 你看他们把灯笼都打开了 好可爱喔 然后转过来这边的话是神灵灯笼 等一下我会加入这一个队伍 一起去游行 好欢迎 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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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子里 欢去美食姐 你好 欢迎光临 大家一起掌声祝福 耶嘿 我们现在准备要去我们的队伍里面了 好嗨喔 好嗨喔 看动 请好 来 切成的朋友们 请注意你的安全 哇 开始啦 全面的队伍已经开始走了 大家都拿着一个灯笼 走在路上很酷耶 很多人拿灯笼 也很多人拿手机 要举很多的自排棒 然后要一路往上走 从奇典宝泉桥走到终点 是林顶公园那里 其实没有很远 大概10分钟左右的路程 好热闹喔 到街上超多人 场面超壮观的耶 而且像我们有拿着日式灯笼的啊 还有光闪 波波球等等 超级好玩 我们头上还有会发光的面具 真的很有那种日式祭典的氛文 左右两边也超多 围观的民众 因为大家都觉得很好玩 游行这个每次报名的超快 就额满 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一起走路的话 每年都要记得关注他们的活动资讯 后面是儿童举灯 就是小朋友举着那不一样造型的灯笼 诶 都很可爱耶 连那个在餐厅里面的人 都在窗户那里露营耶 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好玩 让他们打招呼 这前面还有那个光泰鼓的队伍 会在前面打鼓 感觉场面真的超震撼的 前面那群美眉版真的太可爱了 她还会 这样子耶 还会一直跟大家挥手耶 应该快要到了 其实因为很好玩的关系 所以一下子就到了 她进来大城店了 现在我们往主舞台移动 等一下会有表演 后面这里的民众就是在排队 每年的活动真的都很多 今天品也很多 夜巡活动结束 因为据说每到晚上的时候 原本躲藏在这里的神灵妖怪 通通都会跑出来 这边就会变成他们的游乐园 走吧 跟我一起去找妖怪们 我现在找到第一个花灯 就是位在林鼎公园的不动民王 我们赶快来跟他拍照 他比较低耶 应该要蹲下 我现在走到这里是温泉老街 晚上的老街 灯笼都会点灯 然后像这次 右边也有打造很多的灯饰 整个更亮更漂亮了 在老街里面找到 第二个要拍照的光影作品 接下来这里是保全桥温泉公园 这里有一排作品 叫做观领迎宾 在这里迎接大家 这里每一个都拍 的话可以拍很久耶 好可爱喔 在温泉公园这里有两座装置寓宿 这个的作品名称叫 你好欢迎观领 这边的点灯时间 是晚上六点半到九点八 记得把握时间 耶 今天真的太好玩了 果然是全台唯一的观领业绩 非常的有特色又非常的热闹 2023年台南关之里温泉美食节 从10月14到11月12 大家记得把握时间来闪花灯 吃美食碰温泉 其中10月28到29 两天还有妙棋学员 提供各种奇幻有趣的课程 像是什么魔法课啊 药水课 详细资讯可以到台南关之里 温泉美食节的活动官网查学 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看完还记得订阅分享 还开启小铃铛 也要追踪我的IG喔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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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